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认为我不应该参加体育活动因为我患有糖尿病 但这也不是事实 只要稍微做一点计划 我就可以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参加体育活动 保持活跃并参加体育活动 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可以帮助我保持健康并管理血糖水平 我听说一型糖尿病是由于吃过多不健康的食物或不运动引起的 这不是事实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一型糖尿病 事实是这不是任何人的错 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的免疫系统破坏了一线中产生胰岛素的细胞 所以现在我不再能产生胰岛素 没有胰岛素 体内的细胞就无法摄取葡萄糖 这会使血糖水平升高 我必须打胰岛素来代替体内不再生产的胰岛素 以防止血糖水平升高 但是糖尿病会消失是吧 一型糖尿病不会消失也无法治愈 但是随着治疗和技术的进步 糖尿病的管理也有了进步 而且对一型糖尿病的病因和治疗方法的研究也在持续进行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Ice One的Betis网站